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俗话说,郁郁有缘人 这句话呢,真是特别的真实 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算二月份,柯先生拿了一手的翡翠 有一只小书院,金枝玉叶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也可以说是我的心头爱了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这枚书烟的呢,如果我有姑娘 我肯定留着 那枚书烟的是玻璃总飘花 也是种草了无数的美女 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呢,就是没有结缘 上次直播的时候呢 晚上我就展示了一下 我说这枚书烟真是太好看了 这位美女呢,从来也没和我沟通过 晚上下了播呢,就直接说 云姐,这枚书烟我留了 我给你转账 当时就转了,第二天就给她发货了 也没聊书烟的大小 也没拍照片 就此呢,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 她说,姐,那枚小书烟给我留着 要了一条小帮链,就这样成交了 今天呢,我们沈阳的姐姐来呢 又买了一个平安扣 我们家那个豹子头这一款 我就万姐,我说姐,你以前关注过这枚裤子吗 她说没有 就今天来第二天呢,就觉得特别和演员 大家说,是不是云云有缘人 这枚裤子呢,在我这放了很长时间了 因为这枚裤子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而且呢,真的没有任何包容的地方 又大又厚 但是呢,一直就没有成交 可能就是等呢,沈阳这位姐姐来入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在三枚裤子 两枚六位数的,一枚五位数的 尤其是这枚小裤子呢 我也是心头外特别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枚裤子也是好长时间了 有一个铜料的,这个卖了 这枚小的呢,又比这两个低的多 一半的价位吧 这个也是并漂滑的 和它像铜料似的,特别像 其实这两个某子同款也很好看 或者是父子同款都行 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多功能的一个裤头 是这样的,如果呢,你不想有这个绳子呢 也可以用链子,都可以的 冰瓢花的,哎,这两个花型也挺香的嘞 都是高冰的,透支了 这个很厚的,又比较大 这个小的呢,也非常厚 这个呢,等我可能发到南方去镶嵌一下 这个灸感真的是太好了 太漂亮,这俩都起荧光 这个是33.5 厚度呢,是7.1 真的是太美了 食物要好看多的多的多 收藏几的可以来,34.6 6.9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是25.5 就和一块钱硬币差不多 5.8,都是完美品质的 品质都很好 像这个扣子呢,可以走个专业变绳呢 编个好看一点也行 这个绳有点不怎么好看 太漂亮了 这绳清脆月 这个白色的是纯白冰的 胶感真的是很好 一点绵也没有 这个白的真的是白月光 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白月光呢 太美了 这个大球呢,是绝对可以的 比较大气 简单大气 这个绳呢,也是很舒雅的一种绳 如果大家想要花里胡哨的那种绳呢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截图给我们 我们帮你们编 我比较喜欢这种简单大气一点点的 像这个纯白冰的呢 如果大家想要豪华镶嵌呢 也可以豪华镶嵌一下 放在上面放一个绿的一个大袋面 这样做出来的就是中六的一个价位了 那样做出来就豪横的多的多 这样就是低调奢华的这种感觉 就是不一样 像我们上次天津的小丫头来带的呢 她妈在我这买的这个平安扣就是这样的戴的 什么也没象牵 就一个扣子 它那个绳还要细一点点 这样呢就可以贴身带 保平安的 平安扣呢 寓意也非常好 平平安 这就是呢 在匪夕整个领域当中呢 一左二扣 扣子呢是最有收藏价值的 好,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明天见